我们所生存的国土从古至今无时不再变化 广阔的领土遭强国侵略后失去自主权 美好的山川、肥沃的土地遭逢天灾地变后 失去原有的景观和利用的价值 国际局势的瞬息万变 人世间的聚善离合 这些都是无常的显现 专业不可及待 但是我们的原力、心力、境价也不可及待 当然北台人各经历甘无上国土遗嘴 真正我们没有多久 在华帘、地震、地盘 当然有十几位 十七位大陆和国内的人来失望 当然这就是业力 业力就是我们过去中生的共业 自己的业业和中生的业 要如何改度 当然就是要来厚佛 可以来脱离到消灾 消灾就是让这个座业 我们过去有座业就是厄阴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闲言 我们厚佛就是政言和闲言 厄阴和政言和闲言不相应 不相应就没来三生 正所谓世间无常 国土为翠 尽管有情众生无时无刻 不是生活在无常中 却鲜少有人能够承受无常所带来的破坏 因而痛苦不堪 追根究底 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身心 世界有了错误的认知 认为这个世界是常驻不变的 乃至在这错误的认知中 浑浑噩噩过日子 随着世俗的物欲 造业受报 往受生死 闻回之苦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